宾城第三大桥计划的最新进展 宾州政府早前表明 只要中央政府批准新建第三大桥 州政府将取消备受争议的海底隧道 但工程部今天证实 由于宾州政府没有在期限前提交相关文件 因此暂停宾州申请建桥的讨论工作 工程部长纳都斯里法迪拉发文告指出 尽管部门已经四度提醒州政府 必须在本月22号之前提交基本文件 但对方依然无法达到要求 部长也质疑宾州政府耗资3亿0500万令吉 用作筹备支持文件的研究报告 理应接近完成 但为何依然无法准时成交 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不可能只收到两页申请信函 就批准数十亿令吉的巨型基建计划 有鉴于此 中央认为宾州似乎不急于建设第三大桥 因此将计划列入观察名单内